16号晚间新竹市远景带队来到香山区一间KTV 发现包厢内竟然还有客人在欢唱 远景要顾客把证件交出来一一核对 疫情升温新竹市15号就宣布八大行业跟游艺场暂停营业 没想到这间KTV15号16号连开两天被开罚6万块 新竹市新竹县都是准三级 视频歌唱照理都得停业 新竹县警方发现辖内一间越南小吃店 里面就放着半唱机 就怕客人吃完饭喝了酒一嗨拿起麦克风 立马上弦劝导 你卡拉OK再走好不好 你音乐小吃店我们没有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卡拉OK就不行 业者边听边点头了解传染病防治法 这波疫情不是玩假的 只要有这个我们认识的音乐支持 我们就会送去台网6到30万 警方建议业者先把机器撤走 避免客人情不自禁 把小吃店当成社区KTV 警方说疫情严峻时期每天不定时 会稽查八大行业跟影视歌唱 如果业者心存侥幸 偷开被抓到 会马上通报 开单不手软 最终能罚30万元 TVBS新闻 陈世民 许立凡 徐游祥 新竹采想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 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